刚刚淑芬在讲到这个和欢山的高山杜鹃 这想一想 这好几年前的时候 这个救国团的有个活动 叫东令营还有和欢山的滑雪营 你有没有想到现在和欢山能滑雪吗 滑不了了 现在上去上面如果一年能下个一两次雪 大家上去看到一堆刹冰就已经热到歪掉了 其实以前整个和欢山顶上全都是雪 有没有想到 这就是全球暖化的后果 不过全球暖化 这个礼拜的温度状况来说 其实也没有太冷 只有在周三的清晨温度会低一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在目前我们可以注意到 阳光都开始露脸了 温度也上升了 北部现在清晨21度 到了中部20 南部23度 这清晨的温度吹起来风还是凉凉的 这骑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 而东半部地区阳光露脸 现在气温是20度 外岛地区的温度 马祖15度 注意哦 这马祖在六点钟的时候 温度还有在17度 后来到了七点资料 现在出来已经降到15度 这温度正在下降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马祖已经在封面的后面了 我们在台湾本岛 刚好在封面前缘 封面前缘的温度是上升的 但是到了封面的后面 东北风吹拂之下 马祖的气温现在15度 到了金门 现在18 云层量多 在澎湖23度 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封面前缘 但是在白天 随着封面接近 北部云量要增加了 我们就来看看 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 我们往北边看 可以注意到 这长江流域的云层又很多了 最主要呢 整个水汽带又在逐渐的往东的方向走 而在我们台湾地区呢 华南这边倒是云层量还多 不过到了台湾上空 倒是云量少 这最主要的原因 封面刚好在我们台湾 北部海面到华南的这个位置 封面在这边 封面前缘呢 吹的是偏西南风上来 所以温度的感受上 中午还蛮舒适的 甚至到了中南部 中午还有点热呢 但是到了下午以后 随着封面逐渐的南下 北部的云层在下午要增加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北边的高压的东北风吹进来 北部的朋友感受上 这温度开始要转凉了 但是转凉的幅度并没有太多 今天晚上温度降一点 明天受到封面影响 北部下雨 到了南部还是天气晴朗 到了后天呢 后天的清晨哦 这个礼拜是后天 也就周三的清晨温度会比较偏冷 中部以北16度 有没有感受上 其实跟上礼拜五的温度比起来呢 上礼拜五晚上温度还降得更多呢 所以在周三清晨温度低 到了周三的白天呢 太阳日照之下温度都上升了 周四开始呢 又开始偏着东风进来 东风一进来 温度再升 周四起一直到周日 可都是稳定的天气呢 只有在东北角跟北部海岸线 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所以这个礼拜的气温状况来说呢 只有星期三的清晨温度会比较偏冷一些呢 天气形态来说呢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刚好是个转变时间 所以呢 如果是北部的朋友 你今天晚归的话 建议您背个雨句 因为晚上的时候倒是会飘点雨呢 再来我们当然看看今天的温度了 白天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从北到南的天气状况来说 阳光都开始露脸了 中午的气温 北部蛮舒适的 还有在25度 到了中部28 南部地区可是到了29度 越往南走 温度越高 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也有在26度 但注意到今天下午以后开始随着封面要接近 晚上呢 北部会下点雨 到了明天清晨 温度在19度 下降了一度了 比今天清晨温度要降一度 另外一个会下雨 就在东半部地区的宜兰了 还有东北角 随着封面接近 下午云量增加 晚上也会飘点雨 所以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中午蛮舒适的 晚上北部的朋友倒是要背雨句 再来我们就看看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在目前来看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形态来说 明天因为封面接近的关系 北部天气偏凉了 南部还是暖和 北部明天再下降一度 那南部呢 中午还有到28度 到了周三的清晨温度比较偏低 在中部以北是16度 但降雨的形态来说 倒是都停下来 最主要呢 是比较干燥的空气进来了 相对的 清晨的天气偏冷 南北的温差在周四跟周五 周三跟周四会比较偏大 那到了周三白天气温要上升了 周四的温度再升一些 到了周五一直到周日呢 天气晴朗 蛮适合出游的 北部天气有点凉凉的 南部天气呢 倒是有点暖和 中午又回到了29度 所以这个礼拜呢 冷空气还是不够强 只有在星期三的清晨 温度会比较偏冷一点 小丁宁 倒是要给您个提醒了 北部云层量来说 到了下午要增多了 南部仍然是天气晴朗 中午蛮舒适的 夜晚的时候呢 北部转为湿凉 南部地区仍然是属于干暖的天气 所以南来北往 明天的温差将会变大一些呢 现场交还给淑芬 至于 把淑芬 跟译芬 和淑芬 又